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摄技巧以及视觉美感及后置技术等等 来分别做一些评分 那当然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软体规定是Adobe的Premium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一段就是要教你如何做AdobePremium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花很多很多时间一直在剪 剪永远没完没了的剪 这样不好 要记住我们要在3点之前完成所有的剪辑以及输出 如果你没有输出 你就变成没有影片可以播给我们看了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请记住2点50分我会教第一次的输出 这是最后一个教学 2点55分我会再重新教你一次 请你不要3点钟之后再问我 因为3点之后我要做18组的评分 可以了解哦 好 所以请你们做完 记得就把影片讲到前面来 那我们介绍这个影片剪辑 影片剪辑的部分呢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这套软体呢 它叫做Adobe的Premium Adobe Adobe 有一个比较不好听的念法就叫阿吐伯 不想要各位知不知道 好Premiere Premiere 它其实是属于前制 那什么叫做前面的制作呢 因为它搭配有一套耳熟文明的 after effect 它是后制 after就在什么什么之后嘛 好 影片之后的制作 那个后制真的建议你们 你随便上网去看 人家影片哦 做的这个后期制作 通通都用这一套 所以希望你们了解说 啊我们现在学一个大师级的影片剪辑软体 如果你还有兴趣回家 你只要花10分钟去看 随便一个after effect简称AE 好 你就会发现哇太帅了 这应该是多媒体或视觉设计系哦 他们非常想要学会的 OK 所以这一套软体呢 它叫AE 所以我们这软体 我们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做PR PR 好所以提供跟你参考一下 所以有时候你听到别人说 哎你是不是用PR剪辑就是指这一套 当然 在很多的国想国中都可能交货威力导演 今天请你不要去使用威力导演来去制作 因为一看就知道了 你用威力导演右下角就会出现 反映片由威力导演制作 因为你只能下载试用版 试用版它就会出现那个威力导演的浮水印 好 那再过来它的界面简不简单呢 其实等一下我会将你用简单的方式来去使用 好 重点 Adobe Premiere Pro 它主要就是做什么 多媒体影片剪辑 多媒体影片剪辑